另外这个路段要来看到是台南182线道的龙旗段 由于山路蜿蜒 常常可以看到重机车队在飙车炫技 导致车祸事件频传 好 警方现在除了路空联合机场之外 也在该路段来设置了区间测速系统 从农历春节启用以来 已经取缔了高达5600件的违规事件 为国库进账超过700万元 重型机车及时而过 成群结队奔驰在182线道台南龙旗段 警方为了治标寄出路空大取缔 其中这个区间测速系统 平均一天就开出70张罚单 为国库进账超过700万元 飙车猖獗也可见一斑 区间测速是在今年的1月28日开始启用 那这段区间龙共取缔了 有超速有5600件 重机过弯压车 在地面擦出火花耍特剂 还有轰隆的引擎声 惹来附近民众抱怨之余 也车祸平传 本大队也会针对这一个路段 来加强移动车罩 请办理联合机查来做请地 遏止182线道飙车炫技歪风 警方不定期联合机查 辖区派出所也将实地搜证 严厉执法 只要违规就以公共危险罪 依法就办 记者杨文华谈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